国内疫情持续紧绷 本土与境外个案都维持两位数 29号新增一名20多岁女性 1月9号大陆入境 三次PCR都阴性 24号解隔离返信医区住家 却在27号出现喉咙痛 裁剪确诊CT值16 指挥中心却裂境外一路引发质疑 以Omicron 10天 11天的病程 这样的病程来说是拖得有点久 这个也不太能够排除 会不会是14天出关之后被感染到的 而且这名女子解隔扣逐机多 24号到过CTLink松山一号店 新一A13Apple直营店 25号去了远东百货台北宝庆店 台北永籍邮局 甚至去了全家爱买逛便百货超商卖场 台北市卫生局 急发400封细胞简讯 除了这名案例 目前国内还有4案感染源不明 引起忧心 像是29号确诊的大同员工夫妻党 如何感染带离亲 还有另外3个个案 陪病裁检确诊的案18183 自行裁检确诊的案18687 以及物流公司员工案18757 1月本土Omicron确诊数量暴增 已破400例 足迹遍布多线市 不少传播链尚未拼凑完成 就怕还有一堆潜在黑数 成为社区隐忧 在黄义俊 杨宗燕台北报道